接下来先读童就一个分享 骑电动车时孩子从电动车上摔下去 菩萨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前几天下午我骑着电动车 后座载着孩子 想着天快黑了要赶紧回去做饭 所以车子开得很快 不知怎么的突然传到后方来了孩子的哭声 我一回头把我吓坏了 我惊恐的发现孩子摔在地上 一会儿的时间后面都停了很多的车辆 孩子摔摔的后方不远处 停着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车 而我全然不知 仍然骑着电动车往前开了好几米 我赶紧跑过去抱起孩子 看看孩子是否有摔伤出血 再三检查孩子的状况 最后发现孩子只是大拇指摔痛了 其他地方没有受伤 也没有摔到头 身上也没有破皮 我终于松了口气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的流泪 心里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 这段时间是下班高峰期 孩子摔下去的那段路是车流浪超高的路段 摔下去的那一会儿 如果后面紧跟的车子没有及时的杀住车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而且我的车速还很快 这种情况下孩子摔出去能够平安无事 真的是奇迹啊 这完全是菩萨的慈悲忽悠 我知道孩子是躲过了一劫 因为前段时间梦到孩子不当心摔下了一个很深的 像是悬崖的深渊 梦里我不知所措 吓坏了 着急的把孩子找上来 醒来后给东方台打电话 师兄说孩子有节 叫我赶紧喜悦念经放生三大法宝去做 那天上早香我立马许愿给孩子的药心者念诵四十九章小房子 化解梦里的这个节同时放生两脉跳鱼 另外再将读诵的五十篇白话佛法的功德传给孩子 许愿到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刚好二十天左右 我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害怕困难 不要怕有劫难 只要深信佛法 将信观世音菩萨 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来化解 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执政 我告诉你 护法神帮你挡一挡 你孩子就没事了 有的时候他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要菩萨保佑的话 就是这么消灾的呀 因为灾你是自己的 自己我们说菩萨都不动因果 因为灾是你的因果 但是护法神他可以让你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呀 明白吗 明白 这个叶要瘦 但是呢可以少瘦的呀 明白了吗